又是切蛋糕 又是鼓掌喊口號 一派和樂融融場景 出現在衝突已久的中印邊境 10月31日是印度重要節慶排燈節 傳統上印度教徒會在當天點燈 交換禮物放煙火 親友間互送糖果 中印軍隊從善如流 在邊境高海拔地區交換糖果禮物 順便來幾張大合照 印度媒體報導 中印雙方循序漸進緩和地區緊張局勢 第一步就是逐漸恢復雙方信任 士兵透過翻譯嘘寒問暖 在邊境各個會晤地點握手微笑 互相贈禮 仔細看這小禮物 還是個穿具便臉玩偶 被解釋為態度轉變 釋出和平善意 今年10月金磚峰會前夕 中印雙方針對邊界 對峙問題達成協議 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 在峰會期間會晤 中印關係有所好轉 回顧中印邊界近四年來 爆發過幾次重大事件 二零二零年六月 加勒萬河谷衝突 二十多名中印士兵喪生 成為一九七五年來 中印最嚴重軍事衝突 同年九月雙方在班公 胡流域互控開槍 四十多年來 中印控制線首次開火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藏南達旺地區兩方士兵棍棒 互攻爆發衝突 二零二三年三月 印度北部河谷 雙方坦克車對峙 局勢一度升溫 中印雙方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 目前雙方已就有關問題 達成解決方案 中印這場綿延數十年的 龍象邊界之爭 是真正破冰還是逢場作戲 還有待時間觀察 三天新聞科亞韓報導 每天都在裡面 不斷了 互 Spanish 交往 師 師